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 美国空军一位官员透露 负责保护三个州空军战略核导弹基地的 安全部队人员 应涉嫌使用大麻正在接受调查 掌握核导弹的美军吸食大麻 万一他们哪天犯了毒瘾 一不小心启动了核导弹的发射按钮 全球的核安全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呢 这不免令人担忧 事实上美军一直都饱受军纪问题的困扰 军人层出不穷的恶性犯罪 更是让美军高层十分头疼 前一阵子 美国警方当天发布了一份案情通报 卢克空军基地的一名飞行员 在试图闯入一处公寓时 被住户开枪打死 而对于这名飞行员被击毙的原因 连美军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名飞行员现年21岁 在凌晨试图强行进入一处公寓时 遭到枪击 据警方透露 这所公寓的房客一早就被门口的异响惊醒 他随后发现一名男子 已经弄断了露台脚链 正在脚踢玻璃门 试图强行闯进这处公寓 住户立刻拿出自己的手枪 向该男子射击 随后 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进医院 最终因伤势过重 宣布死亡 目前 这名住户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警察也尚未对这名住户提出刑事指控 随后卢克空军基地发布声明 证实被枪击的是 隶属于该基地的一名飞行员 有消息人士透露 这名飞行员当时处于脱港状态 而且很有可能是在进行入室盗窃 但案件的详细经过 还有待警方的调查 外界也对这起案件感到匪夷所思 因为21岁就称为空军的正式飞行员 可谓前途无量 而且由于空军飞行员需要掌握大量知识 其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不大可能属于帮派成员 因此不少人都表示 无法理解他为何自觉前逞 但有媒体指出 这件事不过是美军日益严峻的 现役军人恶性犯罪现象的缩影 由于此前美军面临严重的兵员不足问题 在征兵环节上可谓放水又放水 以至于大量社会闲杂人等混进美军中 带来了严重的军纪问题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 驻扎在别国土地上的美军士兵 更是嚣张跋扈 问题重重 他们不仅经常冒犯他国军队 甚至鱼肉当地百姓 频频制造流血冲突 前一阵被逮捕的 维基解密网创始人阿桑奇 他创办网站以来 曝光的第一个猛料就是 一段血腥的视频 在2007年的伊拉克 美军开着直升机 用加特林机枪疯狂射杀地面的无辜平民 造成数十人伤亡 血流遍地 不少老人儿童都惨死在美军的枪口下 而视频中美军的通话录音 却显得很兴奋 杀人在他们看来好像在打游戏 由于画面过于血腥不宜直接展示 我们将这段视频的完整版 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微信搜索刚雨军事 回复射杀 看看这段美军近几十年来 最恶劣的屠杀平民事件 究竟有多惨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